新冠本土疫情新增了五万六千三百三十九例的本土病例 中重症新增两百零九例 死亡则是有一百一十五例 对于外界关心二度染疫的定义 指挥中心表示 只要是三个月内症状变严重 而且快晒阳性或PCR阳性的CT值低于二十七 就可以视为重复感染 新冠本土病例又回到五字头 二十一号周二新增五万六千三百三十九例 本土病例 个案分布以中南部为主 前三名为台中市 高雄市及新北市 而中重症新增两百零九例 死亡则有一百一十五例 可能是在星期一的时候 透过视讯确诊 然后在星期一的晚上到星期二中间 进行这个上传资料 另外也新增两例儿童重症病例 其中一例为四个月 大男婴 本身有心脏疾病 五月底因为腹泻等症状 到医院挂急诊 后来皮肤出现大理石样花纹 S光显示肺炎 另一例为两岁男童 有癫痫病史 六月下旬 因为发烧抽搐送医 也是诊断为肺炎 还在加湖病房治疗中 至于外界关心二度染疫的定义 指挥中心表示 日前召开专家会议讨论 从宽认定 三个月内符合两个条件 就可以视为重复感染 包括用药等相关配套流程 待做好之后才会正式对外公布 搭配着这个有症状恶化的话 他需要就是有这个抗原快塞阳性 或者是说有PCR阳性 而且CT值在27以下 就CT值小于27这样的情形 所以是选择一个 可以是抗原快塞阳性 或者是说PCR阳且CT值小于27 那如果搭配这两个条件 专家们是认为说就可以符合我们重复感染的这个定义 本土疫情趋缓单日确诊数 是否有望降到一万例以下 罗伊军指出各区开始脱离高原期 各县市确诊数持平 不过现在天气变热 民众戴口罩的遵从度可能没这么好 他个人认为两周后 病例数降到万例以下 没有这么乐观 另外辉瑞BNT儿童疫苗第二剂 也将于六月二十二号开打 目前已经有七十八万名孩童完成 第一剂辉瑞儿童疫苗接种 记者老师明讲龙祥 明天报道 明天报道